109年度秀林湘优秀奖助学金颁发的典礼 25号的下午是在秀林湘 秀林村的多功能集会所来办理 一共有1230位的学子社会 能鼓励大家努力向上来求学 为了鼓励涉及秀林湘 入室群体以及优秀学生 敦品力学的精神 发展其专业技能 秀林湘优所在11月25号下午 在秀林村多功能集会所办理颁奖仪式 秀林湘的王明贵 秀林湘民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秀林湘民代表朱徽英 王子而言 鲜远田云新 共同来主持颁奖活动 秀林湘的王明贵表示 提升学习动机以及各项技能 一直是相公所推动的乡镇中心之一 期盼培育秀林湘优秀的人才 更期待学子们能够回馈乡礼 谢谢我们主席 将我们明年度 110年所有的预算 都全力支持 公所推动各项愿务 所以在非常多的各项工作里面 有非常多 都是支出村民的意见 尤其在香港有约的时候 非常多的村民 都提供非常多的意见 让我们所有的政策能够更贴近大家所想要 所需求的 所以在这里 奖学街只是鼓励我们小朋友 虽然他只是鼓励小朋友的一个行动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这样的一个激励 我相信小朋友会有目标 会有目标 当然也要支持我们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 各位家长 因为你们的支持 因为支持小朋友 所有在课业上面的 整个的学习 所以今天 我们的小朋友才会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奖励 所以在这里 谢谢我们代表会 以及各位村长 以及引起我们的各位校长 以及老师 你们的用心良苦 我相信 在我们所有的整合跟合作之下 所有 公乡镇的整个推动工作 一定会非常的顺利 我想很多父母应该知道 我对这个活动印象非常深刻 我刚上任就是十一年前的时候 第一届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通过的预算 大概一年 奖助学金大概只有一百万左右 那时候来临的小朋友 将父母这样加起来 可以申请的大概只有两三百个名额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今年总共多少学生通过申请吗 今年秀林湘工所通过一千两百多位 今年通过的预算是三百五十万 其实秀林湘工所这段时间来 包括秀林代表会 对我们乡内的小朋友的教育 的补助 虽然金额不大 但是我们都站在一样的心 就是说 能够让我们偏乡的小朋友的家长 能够减少负担 我们秀林湘工所跟秀林代表会 做得到了 我们就会尽力去做 我想这十多年上来 从一百多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 那明年通过的预算 也是一样三百五十万 只要我们在预算的能力范围内 我想秀林湘工所提出的任何政策 我们都会努力的支持 奖励的类别分别是 低收入顾奖助学金 身心障碍奖助学金 单亲家庭奖助学金 学业优秀奖助学金 录取大专以上奖助学金 这次秀林湘工所并且表扬人数 共计为一千两百三十人 期盼借由表扬奖励的活动 激励去年学址能够用心向学的态度 并且提拔向了更多的优秀人才 记得将会收藏报道